随着美国F-35战机产量的逐渐提升,这款战机已经正式参加了实战。 这样一来,这款战机优秀的作战性能,让很多国家感到了真正的棘手。 而在前不久,以色列的F-35战机出现在什利亚战场上,再次让全世界开始思考,到底什么样的武器才能对F-35这款战机形成有效的威胁呢? 近日,旧有关媒体报道,俄罗斯方面已经找到了如何应对F-35的方法,能够很好得的限制F-35,甚至能够将其击落。 就在各国还在绞尽脑汁去想如何应对F-35的时候,俄罗斯竟然已经找到方法,不得不让人佩服,不愧是一个军事强国。 众所周知,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五代战机了,例如中国的肩负20和肩31,俄罗斯的苏道57,美国的F-22和F-35的,这些战机作战的各方面性能都是很强的。 但是美国的F-35在这里面更是佼佼者,是五代战机中的王者,它相比于其他的五代战机要更胜一筹。 它的野生、战斗、飞行能力等各方面性能都是相当强好的,而且它更是有它自己的特色。 作为一个全信息化的超强战机,这款战机能够与战舰等一系列武器之间相互联接,能够很好的胜渊信息战,这款战机可以说是非常的强了。 空战中几乎没有对手,虽然说有的国家已经在研制六代战机,可是毕竟六代战机还没有问世,现在还是五代战机的天下,而F-35又是五代战机中的极品。 它所带来的威胁是很大的,所以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如何应对它的办法,可是这并不容易。 许多人认为应对飞机的最好的方法,就是用飞机去与飞机作战,可是这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。 F-35是五代战机,只有五代战机能够与之一战,可是拥有五代战机的国家是少数,许多国家是没有五代战机的,如果要购买大量五代战机的话,也是不现实的。 毕竟五代战机可是价值不菲,那么一对空导弹能不能直接防御击落F-35呢? 可以说可能性极小,要知道F-35是一型战机,雷达上是很难找到它的,而导弹主要是依靠雷达定位,所以说这种方法很难奏效。 那么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击落F-35呢? 俄罗斯给出了它的答案,针对F-35的隐身性能以及其信息作战能力,俄罗斯结合多方面的武器,从而成为一个系统,以此找到F-35,并且配合反隐身导弹。 从而打击F-35,如此一来自己不会有什么损失,还能够打击到空中王者,可是说是很好的方案了,不愧是军事大国。 别的正在一筹莫展的国家,有了俄罗斯的方法,也有了借鉴。 不过在武器装备以及技术方面,可能就没有俄罗斯那么好了,这样一来就没有俄罗斯那么好的打击能力了,所以许多国家还得另寻他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